一个车祸引发的凶杀事件 在昨天傍晚这辆货车撞上了一辆小轿车 结果双方驾驶下车之后大吵一架 这个轿车的驾驶拿出了美工刀 朝着被害人猛刺两刀 你所看到的画面是中间新闻独家所取得的 现场监视录影带 而凶贤在乘凶之后呢 驾车加速逃逸 被刺的这位驾驶送医之后 因为急救过多仍然回天罚恕 货车这样又转到货运公司寄货 和后方的轿车发生擦撞 货车驾驶驾车查看和轿车司机理论 话说完货车驾驶上车 轿车司机却突然把车开到货车前方 阻止货车离去 两人再度爆发争执 想不到轿车驾驶竟拿出预藏的美工刀 朝货车驾驶猛刺两刀 货车驾驶受伤后冲上前还跟轿车司机扭打 最后差点被打倒 跑进货运公司求救 而持刀四人的轿车驾驶行凶后 加速开车逃逸 被刺的黄姓货车驾驶 送一急救后因失血过多宣告不治 警方调查胸前依斯因不满被害人转弯 没有打方向灯 害他闪躲不及 发生擦撞后两人起了喉角 而他行凶后迅速开车往五股方向逃逸 路边监视器画面 录下胸贤开银色国产轿车离去的画面 根据目击者描述 胸贤身高约175公分 灰白短发 年纪大约50岁 双甲略瘦 下巴围歼 事发当时穿着深色衣裤 初不了解胸贤和被害人并不认识 竟然只因车子擦撞而持刀杀人 手段残忍 警方正全力调阅沿途监视器 务必逮捕自死人的凶嫌 中文新闻阿公亚麦谢卡轩 台北采访报道